好這段我們來看是距離高雄市長補選投票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囉 好先看到的是民獎的參選陳其邁 他是鎖定在小港地區有市場的敗票 對手國民黨的李梅貞呢 他出包不斷了 之前不是有這個MV有侵權的爭議嗎 這一次又是侵權的爭議 不過呢是跟LINE貼圖有關 我們一起來看 陳其邁早上鎖定小港20市場 支持者自拍握手喊凍蒜 國民黨李梅貞跑到祈山貝廟 也來到祈山老街爭取支持 但16號李梅貞跑大寮的行程 因為穿著團隊背心的富人舉牌 上面是一張外貼圖涉及侵權 插畫家本人出來表示沒授權 希望李梅貞團隊不要再使用了 竟然得到就是支持者自己製作聲援的 官方並沒有使用的回應 那因為支持者有時候他們會要求 我們的衣服是不是也可以給他們穿 呼籲我們的支持者 因為現在在選舉 所以很多會被攻擊 希望大家不要再做尊重原創 非常的忙碌 難免會有一些失誤 用成本假如有錯我們就改 我們就認錯 然後馬上修正 這樣才能夠借地寄 對比陳其邁自己有賴貼圖 目前沿用2018競選時的 都是陳其邁本人的照片在創作 尊重創作 著作權 高雄市補選 選情熱 活躍味也不小 如果要回來複選 他提到如果他回來複選 會害到李梅貞 你覺得呢 李議員說 他市長的團隊就是他們的團隊 那裡面也有很多他的幹部 人家感覺好像是複製貼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影響吧 至於複製貼上 我相信是民進黨才比較想要 才比較複製貼上吧 國據也是都是韓國瑜市長 之前都已經聯絡好了 那現在複製貼上的 應該是他們不是我吧 下個月就是投票日 候選人請跑行程 推出的政策 該怎麼讓選民認同 也是關鍵 好 李梅貞有一些小小的狀況 MV的東西 你當然是要先談好版權 沒有版權侵權 那現在又有一個LINE的貼圖的 這個狀況 不過你來看 他在接受這個廣播專訪的時候 他講了幾句話 我覺得其實創家哥 應該會有感覺 因為他說 這是一場不對等的選舉 因為補選時間太短了 我有支持度 但是我沒有知名度 我最近看到他的支持度 是十四點多 他有支持度嗎 其實七月三號左右 有一個台灣的傳播媒體的教授 給我傳了一個聲量調查 那一天李梅貞的聲量 是超過陳其邁的 所以他其實是有知名度 但是沒有知識度 但是當然他的聲量是什麼 就是他出了最近 這些太多的這種事情了 所以他聲量高了 其實我覺得李梅貞 他現在今天的問題是 八月十五 其實我們大家心裡都有數 對不對 抽籤出來之後 一馬當先 然後兩面作戰 三生無奈 李梅貞這個三號是很無奈的 被推出來選 可是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他現在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他把他自己將來可能的 政治上的形象都賠下去了 你今天引用了這些抖音 引用了這些侵權 其實大家都知道 選舉這麼極度 你跟那個陳其邁的落差這麼大 可是至少你要做像 人家覺得是一個踏踏實實 規規矩矩 國民黨地方上的一個議員 你都有未來的前途 可是如果有很多時候 今天一下是我不要麻煩韓國瑜 一下不要害他 也就是希望他各種東西翻來覆去 原來這個就是國民黨 地方上某個人物 某個勢力推出來的小公主 這件事情傷的不只是李梅貞 傷的是國民黨 小心因為李梅貞他的狀況 每一次他可能會有一些 比方說記者會講了什麼 但是都是出包 比方說選人不選黨 他說證據拿出來 可是證據攤在眼前 雖然不是他本人講的 但是的確有這麼一件事 還有包括周協委的MV 以及現在我們看到 LINE貼圖的部分 你覺得這個團隊 是不是已經倒數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可是那個發條到底上景了沒有 真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做各種 比如說宣傳品的時候 現在這個時代是很注重版權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審慎 就是說這種錯誤是 一定得去避免的啦 那或許我們其實像選個議員 可能沒有人會管 一般知名度不高嘛 所以隨便你不會被抓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做市長補選的話 那大家一定都是會注意到這件事 因為你的新聞是在全國曝光的 跟之前選議員不一樣 小心如果說 因為我看到李梅貞他想說 他很期待韓國瑜可以來幫忙嘛 他相信最後一定會大團結 如果你是李梅貞的角色 你是要市長補選的候選 你會不會喝韓國瑜這些鐵藥 其實我覺得李梅貞上面 還是一定要邀請啊 因為他們一開始也講了 他的訴求就是說 包括當時的什麼陸屏登量 你的李梅上是一種客套話是不是 就是說我邀請 然後希望不要來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跟他真的不熟 我不了解他對於韓國瑜的 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沒有辦法 從他的角度去評論 但是我們跳出來看 不管他對於韓國瑜 是覺得說韓國瑜來幫他是 加分還是扣分 基本上你作為一個 國民黨的提名人 你其實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禮貌是你還是都會邀他來 但是就我的了解 韓國瑜他好像有跟韓國瑜有溝通過 那韓國瑜也很客氣 他說怕會害到我 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一個軟冰子的 所以他被韓國瑜放生了 沒有 就我理解的是說 韓國瑜好像他也沒有 因為他在休息 那你從韓國瑜角度來說 他休息三十幾天 他才沒有很久 就是你一個人想說我要休息 然後你三十幾天又跑出來 這個反而對韓國瑜的形象又會再一次受到傷害 政治人物的考量是說 主帥親生一定要成功 如果出來之後 有可能有一些支持者或許也是這樣想的 就是說支持者 他不是李梅貞的支持者 他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們也都會覺得不需要 就是就算去了也不會變成第一名 那就乾脆不要 是這種考量 如果是粉絲的心情或許是這樣 那再加上就是說 去站台對李梅貞的幫助到底是能夠有多大 但是當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你要不要找韓國瑜 你是一個國民黨提名 這時候你就講說不要找韓國瑜 這個我覺得也反而會被人家做文章 所以我不知道李梅貞心裡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子的一個回應 是不管他心裡是怎麼想都有必要的 東華哥你覺得韓國瑜的幫助有多大 如果真的最後緊要關頭 真的出手了 幫助是多大 我覺得不會出手了 根本不會出手 不會有韓國瑜這件事情 雖然八月數還一段時間 為什麼你去看李梅貞那個講話 我直接猜 李梅貞沒有跟韓國瑜見到面 他是透過中間人 透過中間人想要去試試看韓國瑜 有沒有可能出來幫忙 那韓國瑜就跟他講說 我不希望害到你 通常講我們講說 我不希望害到你的意思 你可以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客氣化說 我才剛被罷免掉 我不想害你 第二種我不希望害到你說 其實我就婉拘 那如果是前一種是客氣化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韓國瑜的真的很重要 就是說三顧茅庐 對 你不能透過中間人 中間人去探尋一下有沒有可能 然後你當事人一定要把姿態做足 然後要請韓國瑜出來 韓國瑜出來 當然不會改變結果 因為他剛被罷免掉 是講 可是有助於什麼 把原來韓國瑜的支持者 在高雄剩下的部分做一次團結 也就是再做一次韓粉同層的一個移轉 跟團結 那你看李梅貞的那個支持度 十四趴 十四點多 大概就是他現階段 他能夠集中的國民黨支持度 也就是說國民黨在高雄 如果你從市議員的席事跟得票來看 他不會只有十四趴 可是因為你是李梅貞 所以是十四趴 所以你就必須藉助其他的人力量 來拉高你的基本盤 就是說十四趴的李梅貞 是連基本盤都還沒到 你怎麼打這一仗 那韓國瑜這個時候還會跳進來嗎 不會 韓國瑜再怎麼笨 看也知道你這個狀況 我總不能韓國瑜出來佔你的臺 然後我又創下一個最低紀錄吧 那很難看 而且韓國瑜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幫你 好 東豪哥是認為說 怕會害到李梅貞 這是一種Maybe是客套化 也是一種不想躺昏水 那時期看這一句話 跟韓國瑜溝通之後他很客氣 但是他怕會害到我 這句話要怎麼解讀 就兩個人看起來不會同台了 所以李正浩在本節目 承諾了兩百塊雞排 我剛剛我有把他加碼 他本來說兩百 我說五百 他說OK 五百小錢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排隊 現在開始準備排隊 我覺得看兩個人這樣子的對話 的確韓國瑜應該不會在現在這個時候跑去幫他了 因為這件事情對韓國瑜來說傷害會很大 就是本來韓國瑜在國民黨裡面還算是一個咖 就是他總是有一些死忠的粉絲支持者 可是李梅珍看起來的確是太弱 那能不能透過韓國瑜去把他拉抬 你要把他拉抬到第一名 太困難 所以這件事情會對韓國瑜來說 又是一個負面 再輸一次的負面印象 所以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說不是好事 他應該不會站出來了 那可是對於李梅珍來講 我覺得李梅珍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這個候選人 因為國民黨的確現在面對一個史上超弱的候選人 就是李梅珍他的每天的表現都讓人驚愕不已 也就是說他每天都用一種比一般人的嘗試 更低的水準在面對他的選戰 這件事情很糟糕 今天又出了一個什麼包呢 今天他去鑽教底 鑽祁山媽祖 結果他說希望佛祖多給我一些智慧 媽祖跟佛祖 不一樣 所以結果那個信眾也就一頭霧水 就充滿了黑人問號 說你鑽的是媽祖的教底 你為什麼在那邊祈求佛祖 就基本的功課都不做 這件事情才是他比較大的危機 所以不管是韓國瑜來 不管是江啟臣來 不管是天王老子來 我覺得都救不了李梅珍了 所以李梅珍你還是不要去造成別人的困擾 你就順順的順順利利走完八月十五號就 也就OK了啦 好 我們另外來看到的是美中這邊互槓的情況 就傳出說美國現在在研你一個要禁止 中國九千兩百萬共產黨員的入境 好 因為人數實在是太多了 有一個說法是說可能到時候你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黨員會至愛難行 所以目前可能會改鎖定有25名的中共的政治局的委員 美中關係白熱化裡面 然後這一次傳出來是說針對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還有他的家屬 如果你把所有人數輕一遍 算一算大概有2.7億人 是共產黨的黨員再加上家屬的部分 所以加一加不就是中國人口大概五分之一嗎 這事情是很嚴重 說要禁止他們入境美國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是這樣的一個思考呢 以及其實我看到這個環球網他蠻特別的 他是這樣子的這個分析 他說這比斷交還要惡劣 好 顯於要告訴我們說為什麼中國這麼樣的氣 而且呢你還可以檢視美國的動作 其實他們施壓的這個手段還有其他的招數 謝謝顧雅 美國這邊真的是有得獎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過去幾個月 其實呢 過去幾個月 美國對中國越來越強硬 就從過去兩個月好 六七月 我們來看一下 六月初的時候呢 美國就把三十三家的中國企業 列入了一個管制的黑名單 因為呢這三十三家的企業 他們協助侵犯了新疆維吾爾族 等少數族裔的人權 好 再來往上 我們看到七月九號這一邊 美國把迫害新疆維吾爾族的四個 中國高官給列入了制裁名單 然後呢到了七月十四號的時候 川普他就簽署了香港自治法 授權總統制裁 侵害了香港自由還有的中港官員 那也制裁與這些官員有業務往來的銀行 那美中除了在香港 還有新疆議題上面是硬碰硬之外呢 南海也成了美國跟中國 角力的一個新戰場 七月十三號的時候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他正式認定中國的 南海主張是非法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沒有辦法 為南海的九段線主張 提出一個清楚的法律依據 好像我中國說的 所以就這樣子 被世界 他說世界不允許北京 把南海 中國把南海當成 自家的海上帝國 然後呢隔一天 美國國務院的亞太事務助理 國務卿史達偉 他就說中國的流氓行為是這樣子的 中國呢 他們現在積極的在南海部署軍力 這樣其他能源公司呢 就會有點看到中國 就會有點有點怕怕的 藉此中國就可以排擠外來的一些競爭 那等到中國在南海的拳頭夠硬夠大了 就可以逼迫他國必須要跟中國的企業合作 這美其名是所謂的 我們來共同開發南海 但其實就是在強迫對方說 我中國怎麼說 怎麼說 你就乖乖怎麼做 另外呢 美國司法部長Bill Barr 他點名迪士尼 還有蘋果跟Google 還有微軟 都太想要跟中國合作了 結果呢 就是他們會自我審查 會自我閹割 好比說Disney 他們現在呢 拍電影的中心思想就是 不要讓中國不開心 否則就電影呢 就無法在中國放映 不過這也導致說 我們很多以為的 好萊塢強檔電影 其實都已經是中國審查 中國和洩之後的結果了 這還只是奇異而已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中國跟印度的邊境衝突 因為呢 不只是美國對中國不爽 中國跟印度 他們從上至官方下至民先 都越來越討厭 中國這個霸道鄰居 好啦 這邊是焚燒 這個習近平的照片 還有五星國旗 還有把Made in China 這邊小小的一個 很多人在踹 他們把Made in China的東西 好比說電腦螢幕 給踹得打得稀巴爛 六月底的時候呢 印度政府也宣布 為了國家安全 所以他們禁止使用五十九款 中國的手機app 這包括了抖音 包括了微信 甚至為了抗議 我覺得這很有創意喔 為了抗議中國非法侵佔西藏 而且還屢屢侵犯了印度領土 所以呢 有一名前印度官員 他就發起了聯署 他要求把通往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馬路 給更名為達賴喇嘛路 等於是在對中國說你不爽 有種你不要走啊 還有 美國之音也報導了 現在印度正在準備邀請澳洲 要參加年度的馬拉巴爾演習 那這個演習當然就可以加強日本 印度 澳洲和這個美國這四國的軍事合作 他們的假想敵 共同假想敵 當然就是中國 不僅印度 歐盟這邊我們再來看 前幾天的這個中國跟歐盟的高峰會之前 其實歐盟就已經寄出了幾個新規定 像是反制其他國家透過補貼 讓自家產品更具競爭的優勢 同時歐盟也要透過禁止 要審核投資機制 來避免有惡意併購的域行 以及他們會限制出口所謂的敏感科技 雖然這一二三 這三條規定表面上是適用所有 非歐盟國以外的所有國家 但實際上就是針對中國而來的 那之後的歐盟外長會議上 各國也同意說要檢討他們的引渡協議 還有跟中國的旅行建議 不過這邊我們有個大大的but 歐盟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 畢竟現在美國靠不住了 所以歐盟其實是希望可以跟中國 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再加上中共又在希臘 意大利還有葡萄大手筆投資 那這些國家你拿了中國的好處 你當然就不敢對中國太兇 所以歐盟也強調說以上採取的措施 不等於是經濟制裁 所以我們來看到英國這邊 這張合成照片 這個照片我非常有感覺 這張合成照片太陽變成了華為 華為的圖案照耀著日不落帝國 大英帝國 英國政府禮拜二的時候 正式宣布從今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以後 禁止採購華為的新的5G設備 而且在二零二七在七年之內 要英國電信業者的5G網路移除所有的華為設備 很有趣的是這邊我要特別補充一下 英國這個政策其實是個照妖境 他掀開了歐盟對華為的遮羞布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一直以來歐盟都等於是躲在英國後面 想說既然你英國都用華為了 那當然我們歐盟也可以吧 畢竟華為的設備便宜又好用 中國贊助的 而且有了英國的背書 那美國也就比較不敢找歐盟的麻煩 說為什麼你用華為 沒想到現在英國 為了國安的問題 決定要跟華為一刀兩斷 那少了英國在前面當領頭羊 歐盟的國家呢 頓時就失去了使用華為的正當性 所以換句話說 英國跟華為斷捨離那華為失序的 他不只是英國這個顧客而已 還恐怕華為在整個歐洲的市場 接下來都只能夠越做越小了 Good job 以及最後這個重頭戲來囉 英國的《泰晤士報》報導 英國皇家海軍航空母艦 伊莉莎白女王號 預計會在明年一月 帶領航空母艦打擊群 展開遠東的巡逸 而這也將會是伊莉莎白女王號的 第一次遠航 所以這麼多總歸一句 就是接下來南海 以及各國對中國的反制力道 只會越來越精彩 所以我們在臺灣接下來幾個禮拜 接下來幾個月 肯定會有更多好戲可以看了 敬請期待 把時間交換給貴雅 好 謝謝賢瑜 賢瑜告訴我們說 其實不只是美國有動作 各國呢 他們的公敵目標就一個 就是中國嘛 有各式各樣的手段 我們謝謝賢瑜 我先請教一下范老師 范老師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部分裡面 陸媒 他說 因為我們在講說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如果被制裁說 你不能夠入境的話 其實當然 黨員的部分 你要認定 或許會有一點點困難 但是呢 我看到環球網 他的官方微信 有一個刊文 這個刊文蠻特別的 他說 你美國這道禁令 牽扯到幾億人口 2.7億人 那現實上你真的很難執行 而且呢 他說美國如果真的這麼做的話 比斷交還要惡劣 他為什麼會把他的高度升高到斷交 這樣子的字眼 因為中共是以黨領政 所以黨員如果被禁的話 那基本上是把整個中國最精英的部分 等於說就把他們拒絕進入美國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要入黨 不是我們一般說 我要加入民進黨 我就 我就加入去黨部 拿個 拿個申請單就可以了 他要經過 第一個 你從你小學時候的少先隊 從少年先鋒隊開始培養 然後 所以你要從小學開始 我有加入這個 我才有入場 所以你看那個中國 公正苗紅 對 小學的時候就要做評鑑了 你的家族 你的家庭有沒有什麼 的這個反對共產黨的 或者什麼政治成分好不好 先做挑選 所以小學的時候 你看那個中共那個小學生 都把那個紅領心 那叫少先隊 他們敬禮是這樣敬禮的 敬禮 這樣敬禮 這樣敬禮的 所以你看他們這種少先隊 完了之後 到了高初中的時候 加入共青團 共青團就第二次篩選了 到了大學才可以申請入黨 所以入黨之後 成為黨員 未來才可 才有可能進入國營企業 或者進入這個 考公務員 或者是參軍 所以入黨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 好 那今天這些共產黨黨員 加上眷屬2.7億人的話 那他是中國裡面的最核心的 也是共產黨最重要的中流砥柱 那你不讓他進入到美國去的話 那對中國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敵意的展現 特別是我們知道中國的高官 大部分的子女都在美國念書 很多高官的老婆 甚至二奶都在美國 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最安全對不對 二奶還包到美國去 二奶都在美國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反應這麼的強烈 甚至連我們知道連這個中共的這個 發言人華春瑩都被人家查出 他的女兒也在美國念大學 而且他在美國也有一棟 在加州有一棟豪宅 但是你看中國的反應已經非常強烈了 華春瑩說什麼 就讓那個暴風雨來的更猛烈吧 意思是說 他不是這樣講 他很優勢 樹欲進 樹欲進的風不止 這個我沒有看過有人是這樣用的 接下來就是新的這個了 樹欲進的風不止的中文可不可以教一下 他的意思是說 樹想要進 但是風卻一直吹 讓樹沒有辦法提 讓樹還在一直搖嘛 所以他就說你暴風雨進來嘛 老娘不怕 我不會把我吹走的 所以我就站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也可以看出來他的無奈 就面對中國這個暴風雨 他只能說你盡量吹吧 我也沒辦法怎麼辦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包含這個中國的這個 副外交部副部長 這個鄭澤光也在七月十五號 召集了美國駐北京的大使 這個布蘭斯德塔 布蘭斯塔特 他說我們要進行的是 嚴正的外交交涉 表達什麼 我們現在覺得美國藝人 雖然動作是非常的 對中國來講非常敵意的 蔡老師我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在講說退就是那個黨 共產黨員的這件事的制裁 那我們看到說有這個一個聲量是發現說 Google在搜尋退黨特別特別的多 用Google 用Google的話 顯然他人不在中國 中國不能用Google對不對 那退黨的程序要怎麼樣申請 我好不容易 我從你說什麼什麼 對開始培養 然後到為什麼會不是說很忠貞愛國 又愛黨 可是現在搜尋退黨 竟然直接飆高 把輪功每天都在喊說 要求這個黨員退黨 這效果都不怎麼好 現在效果特別好 因為一退黨之後 我還是可以留在美國 我問你那薄熙來的兒子 薄瓜瓜 他也要趕快退黨 因為他也在美國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大家為什麼要退黨說 如果美國真的這樣幹 會不會在美國的共產黨員 都可能被驅逐出出境 這是他們擔心的 所以他們現在為了求自保 必須要退黨 那如果這個退黨潮 真的掀起來的話 那等於直接的就公 就讓中共他的統治正當性 受到很大的影響 連這些黨員都拋棄了共產黨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這個情況發生 那就是川普是用一個 最小成本的做法 因為這個他美國 美國不用花什麼錢 他只是一身令下 但是可能在中國就會掀起 巨波巨浪 因為這個對中國政壇來講 還有這些高層人士的家族來講 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的是 好 你想說這個中國 有非常多的這個動作 但是我們看到是這個 英國的美日郵報 他的報導是講說 我們來注意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他活躍在英國等西方國家 那疑似是中共統戰代表的華商 叫做胡志榮 他在過去幾年之內 他先後接近了五位英國的首相 好 也曝光一份是來自英國情報部門 叫做中國的精英福獲 看到的這個報告裡面就顯示說 北京一直對英國的政治精英進行滲透 這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 上一段我們預告討論到就是說 有這一個華商 他叫做胡志榮 然後他可以滲透到說 他跟英國首相可以前後五個人都照過相 你看這邊有梅伊 有布朗 有布萊爾 卡麥隆 以及他跟這個強森 還是勾肩搭配的 你就知道說他那個影響力 而且中國的滲透 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好 那文潔議員 我們其實還可以繼續來看一個事情 是美國的司法部長 他叫做巴爾 他發表了一個強硬的演說 他講說中國共產黨 他們透過控制人民 發動一個經濟的閃電戰 而且逐步在推翻 基於規則的這個國際秩序 要達成的叫做中國方案 來取代美國夢的這樣一個計畫 然後他批評說 你們那些企業 為什麼這麼樣的短視禁力 對中國是在磕頭 然後你做這樣的動作之後 可能會破壞後代的繁榮自由 所以他說大家應該要各界 共同的合作 來對抗中共的獨台統治 那這樣子講說磕頭 你可能沒什麼感覺 不曉得什麼意思 我們進一步看到的是 他特別警告說 像是Google 微軟 雅虎 蘋果 這些大企業 樂於跟中共勾結 我們翻成白話 應該是說人民幣很香 這種感覺 所以包括好萊塢也屈服在這樣的威脅當中 對於作品是自我審查 所以說要安撫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但是卻是一個人權的侵犯者 我們進一步看 他說迪士尼當年為了中國的市場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製作了達賴喇嘛的一生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這踩到中國的紅線 所以居然還被迫道歉了 來 文建議員怎麼看 美國司法部長 他講的其實都沒有錯 都是長久以來的一些現象 而且是中國 他現在對於好萊塢的影響力 確實是越來越大 因為你現在看到很多片 其實他都有後面都有中國的資金要投資 在投資 那因為中國的市場很大 所以他們這些好萊塢的片子 他就想到中國市場 所以在在編劇在用演員的時候 他都會都會把中國的思考放進去 沒有錯 他就會放一些元素進去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一些中國的女演員 他會出現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他就是為了說 我以後可以打進你們中國市場這樣子 那所以不管是在這個劇情 在演員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越來越來越明顯的現象 那至於你說雅虎 微軟或Google這些 其實每一次 每一次都是這個中國都 在要求就是說你什麼伺服器 你的內容等等這些 但是我覺得美國還是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傳統 就是說因為美國的人民 他也會對這些事情做一些批評 美國的國會議員也會對這些事情做一些批評 所以其實中國在想要求Google 或要求微軟這些大的網路商 或是資訊產業 要跟他們配合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是因為美國自己有一個相對強大的一個反制力量 那但是我現在回頭講一下 我剛剛那個中共黨員的那個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是這樣 中共黨員跟人民不太一樣 你看到他們他們的這個官方媒體 他們反彈很強烈 但是你看網路 看網路你看這個如果如果大家大家有一些微微信的帳號 或者是這些帳號 微博的帳號你就知道 其實很多網民是在酸這個事情的 就是說那他們覺得說這樣美國這樣做不錯啊 但這樣這些這些黨員就可以不用去美國 不用把資金 不會把資金外流出去 因為因為很你黨員雖然有九千多萬 但是你還有十幾億 十幾億的人不是黨員 他們覺得就是說網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黨員不代表這個人民 黨員通常是享受特權的 所以黨員通常都是有辦法 譬如說你說這個國營企業的高管啊 或是什麼 你都是有辦法把他們送出國的 那這個兒子女兒什麼都是在美國念書的 所以反而對於一般中國老百姓來講的話 他們覺得說這個美國這樣做的不錯啊 拍手就要好 因為剛剛范老師講 其實黨員的挑選是很嚴格的 你一旦成為黨員就表示 你在中國這個社會裡面 你是精英 你是權貴分子 你是未來可以掌權的 你不管在市場上面 或是在這個政治上面 或在學術上面 你都是有一些優先地位 所以更酸 就是沒有享受到的人更多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在看 那前一陣子你看華春瑩跟那個梗爽 他們都是被中國網民挖出來喔 特別點說 你的子女也是在美國嘛 所以他們點的是說 反美是工作 教育是生活 其實台灣人對這個事情沒什麼感覺 但是你看這個中國的網路 其實他們對這個事情是很有感覺的 在罵的最熱烈的 其實是中國的網民 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 好我們從國防這邊來看喔 其實呢 中國常常他還跟你講說 我又有什麼劍啊 又怎麼樣 但是呢 這裡面 川普告訴你說 我們美軍有一套新型超級飛彈 正在研發當中 說他的速度可以達到音速的十七倍 十七倍 而且呢 因為有一件事情啦 我創下歌 因為我們看到是中國 他在去年閱兵的時候 他展現這個東風十七 這也是高超音速的飛彈嘛 那美國官員有特別解釋說 不是我們漏氣喔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有一度落後的原因 是因為不想把有關的技術運用 用在武器上面 我只是不想而已 我不是做不到 其實現在是講說 現在全世界大概比三個強國 中國 俄羅斯和美國 都在比叫做Hepersonic 超高音速飛彈 Hepersonic就是超過五倍以上的音速 什麼叫五倍以上的音速呢 現在要像我們的天空啊 或什麼的 三倍四倍都已經很不得了了 然後我們現在所有雷達 包括我們的普爪雷達什麼高塔 然後呢 再過來 他的超高速音速飛彈 做出來之後呢 他其實就不需要大的彈藥 他是用烏鋼盪頭或小彈藥 那過去的時候呢 中國就開始 在他們綿羊的那個風洞裡面 就說他們已經做出來了 俄羅斯也說 他們做了超高速音速飛彈 所以我要攻擊你美國 而且速度快 所以幾個小時就打到你美國 那人家就想說 那你美國怎麼辦 所以川普就秀給你看 你們那個叫做 太平那個上古時代 你去看俄羅斯他們的 中國是什麼 發射一個大火箭 大火箭打上去之後 到了太大氣層的邊緣 開始放出來 開始飄飄飄 要嚇過去 然後打到說 我打到八倍音速 我打到九倍音速 川普說 你要打一個飛彈 還要準備 五四三二一 FIRE 然後發射個火箭 川普就秀給你看 你知道他這用什麼嗎 B-52 一般的轟炸機 就是用他們太空說的方法 太空說飛飛飛 速度已經夠快 B-52 然後在他下面 直接打個飛彈 而且到目前為止 川普的實驗 他為什麼這麼高興 因為他是跟維甄妮合作的 維甄妮現在有一個太空船 飛到大氣層 他是用了這種新的技術 而這種技術是有精準 你飛彈速度快 你打不準有什麼用 就像金小胖的有飛彈 但是大家不太怕金小胖 為什麼 因為打不準 打不準才怕亂射空 超高音速飛彈最麻煩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時候 像中國上次的快舟11號 飛出去之後 就不知道飛到哪邊去了 那如果你超高速音速飛彈 你雖然飛得很快 你不知道飛到哪邊去 其實是沒有威脅性 然後華為就更麻煩 現在是9月14號 美國這種打擊裡面 華為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9月14號 我就有宣佈 可能就不給華為了 所以華為現在嚇死了 華為嚇死了 就開始買各種晶片 因為華為 他們從過去跟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就講說我們很厲害 中國人很厲害 因為他們有什麼鴻蒙 有昆蓬 有麒麟 但是後來他們自己 中國的那個工程師去解釋 去翻裡面發現說 2%到5%的支持率就不錯了 其他都是偷的 其他都是超的 所以他們自己也都不行 所以現在美國或全世界 就針對你中國 把你全面的讓你回到 說認清楚你的本質 你是不可能和平改變的 你的技術是偷來的 然後你現在包含華為 如果說現在他這麼多的東西 他不是只有5G 他做了很多交換器 包含什麼東西 以後這些都沒有了 所以現在華為 只能做一件事情 狂囤8000億的晶片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屯這些晶片 都是低階晶片 你高階的都沒有用 可是你就知道整個美國 對付中國更兇 而且更兇是什麼 蓬佩奧最近很忙 蓬佩奧最近忙到哪裡去 他最近去了丹麥 他最近去了英國 跟他們講說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你們的連丹麥 北歐都不要用華為的 然後去英國 不要去用華為的 然後甚至於下面 下面剛剛講的 還是不只共產黨黨員 華為員工 下一階段 可能會被列入 限制到美國簽證 所以全世界 這個時候當然就是 我每次都要提醒一下 國民黨想清楚 現在全世界 已經全世界反共 這件事情是全世界主流 所以國民黨的兩岸認數 真的要認清楚情勢 不然的話 你們除了被陳玉珍牽著走 還跟著共產黨陪葬 那才是最慘的 但因為中國的狀況 我們常常看說 那個洪水 已經討論很久了 而且他是從六月初 就已經開始下 但是我們要來看的是 中國的水利部 他們是這兩天才又發布了長江 今年第二號洪水 已經淹了一個月 他居然現在才發第二號的洪水 我們先看看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水源有多高 因為這一些的車子 看起來都已經是飄在水面上面 他們現在終於也承認說 在湖北的這一個什麼恩施暴雨 成災幾乎車子都泡在水裡面 但是這個是一面向 他還要告訴你什麼 他說中國官方他們講 不過雖然說有洪災 雖然說有蝗蟲過境 雖然有秋行軍蟲 但是我們糧食的豐收 是非常充足的 淹水的話那些稻子 怎麼可以種嗎 糧食會充足嗎 還是說現在領導只有一個最高的中止原則 叫做騙騙騙 范老師 這個中共過去歷史上就是如此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之後 曾經有過三年的他們說是天然災害 造成將近三千多萬人的死亡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數字 那當時也是說告訴大家糧食都充分 所以這個中共不斷的在欺騙人民 為什麼我們最近看到很多糧倉在失火 為什麼或者很多倉庫在失火 可能本來也沒有糧食 他就是製造說我這個糧食被燒光了 因為怕沒有糧食開始查 查的話趕快燒啊 不然被查到了 因為中間要貪官上下棋手 才有空間 所以要查了趕快燒掉 就不能查了 所以長官要來查 趕快把糧倉一燒 那就沒事了 反正都死無對證 那可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以現在的這個洪水的情況 都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農業的大省 不然你看到這個湖南湖北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情況來講 你說糧食足夠嗎 如果糧食足夠 為什麼中國最近以來 這半年以來大量的進口糧食 你看現在中美關係不好 他還是要跟美國買大豆 我們知道大豆是非常重要的原料 也可以作為豬的飼料 所以我們知道最近中國的豬肉價格 又再度的飆漲 那原因何在 所以我們看到未來這個糧荒出現的話 就會出現搶糧 現在在中國的很多的大城市 已經有出現超商搶購 不只搶購 還有沒有錢去直接去偷這些食物的情況都出現了 所以我們覺得當食物不夠的話 那這個對於社會的穩定來講是非常嚴重的 另外除了長江山峽大化 我們知道華北地區黃河淮河也即將發生大水災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叫做七下八上 什麼叫七下 七月份下旬到八月份上旬 是在這個華北地區也會開始淹水 甚至他們的汛期 現在變成說整個長江山峽大壩還撐不撐得住 現在連中國自己都說 我們不要再寄望於山峽大壩 我們乾脆山峽大壩 如果出現什麼意外 我們也不要驚訝 那整個長江下游地區 像我們看到武漢會被再度的淪陷 之前因為肺炎的問題淪陷過一次 現在又在淹水了 那現在長江的問題還沒止住 上海也在淹水了 上海是金融重症 那現在連北京天子腳下都不保 包含中國的水利部的副部長 葉介春他都提醒 東北地區華北地區即將汛期來到 那整個中國會不會全部都淹在水裡面 那這個對於經濟來講 對於糧食來講 對於政治的穩定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 習近平多久沒出現了 習近平最近一次出現是六月二十二 他在跟歐盟進行視訊會議 之後都是透過中央電視台的報導 什麼要開始注重洪水了 沒有出現 習近平整個人躲起來了 他現在跟金正恩在比 誰失蹤的時間久 兩個人都在比 那那那那這很不尋常 而且七個政治局常委 除了一個李克強去貴州巡視之外 都看不到人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有可能這些高層的政治人物 都陷入一個惶惶不安 也不敢面對現實 如果這樣的話 接下來八月份的北戴河會議怎麼開 這我就覺得可能開不下去了 因為搞不好連北戴河都淹水了 那那變成整個中國現在為下半年的政治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 還有社會的穩定 特別是失業潮 我們看到最近中國的大學畢業生 即將踏出校園 而他們面臨到的是非常嚴重的失業 因為沒有工作 那這個情況就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 所以他們已經在發就業券了 就是為了要搶救那事業 就是政府發這個就業券 讓這個企業說 那你趕快去幫忙這些 這些剛畢業的這些學子 所以可見他們 其實那個災難 有一點像是複合性的 水災 然後糧災 然後蟲災 鼠疫 然後接下來就是經濟面的 然後這個失業潮 所以當習近平 有這麼多的事情在忙的時候 然後還要派出華春瑩 派出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胡錫進在那邊嗆聲 我真心覺得 你們其實應該趕緊處理內部的事物 因為這些內部狀況沒有處理好 現在七下八上 是中國全境的雨季 所以不只是武漢的問題了 不只是這個重慶淹水的問題 現在淹27省之後 還會再蔓延誇張到更大地方 所以你如果不處理完 這個你的政權真的會不保 所以你還在那邊忙著 南海又要幹嘛 然後釣魚台又要幹嘛 然後台灣這邊飛來飛去 你還不如趕緊處理你們 自己內部碰到的多重式災難 但是習近平他這個你聽不下去了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這個監院監察委員 人事提名權的這個事情 但你知道嗎 立法院的臨時會 他還有另外一個東西要聚焦 在下個禮拜要拼三讀的是一個 國民法官法 可能觀眾朋友 你會覺得說有一點陌生 我們需要一點點導讀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其實當然大家對這個司法制度 有一些意見 那希望說這個蔡總統 他認為我們有沒有什麼改進的空間 是不是陪審制或者是參審制的 這一個部分 可是因為觀眾 可能不是那麼樣的理解 我可以先請這個鄭律師 你先幫我們論述一下說 這一次這個國民法官法 他還有這個陪審制 相關這兩個制度 想要從這邊切入 那陪審制跟參審制 他那細微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謝謝 那個現在立法院臨時會 下個禮拜其實很重要的討論 就是國民法官 簡單講他就是一個參審 國民法官參審有三個法官跟六個百姓在一起 那陪審團就是我們常看到電視的 只要一個法官就好 那十二個陪審員或九個陪審員 然後來做判決 那當然我們民間 我今天來這裡是已經 我在立法院靜坐二十天了 你靜坐二十天 我從約百合時代靜坐 然後為了熱身兩院第二次靜坐 那這一次是第三次靜坐 所以我已經有三十年的靜坐歷史 我還在靜坐 那剛剛有畫面提到就是說民進黨這次是要用這個臨時會強推這個參審 那是我們民間有一百七十個團體的聯盟 從我是臺灣陪審團協會 還有民間施改會 其實像這些團體 其實大部分都是跟民進黨 這個應該是友好的團體 但是為什麼都站出來 反對這個立法院臨時會不要強行通過 我們認為臺灣這個陪審應該是主流民意 那陪審會比較達到這個解決司法三病的問題 一個是法官貪污的問題 那一個是政治案件的問題 一個是恐龍判決的問題 但是參審因為還是由三個法官主審 所以他法官有這三個問題他還在 但是如果是陪審團的時候 那個法官是不能決定有罪無罪的 他只能做中立的角色 所以法官如果收錢沒用 法官受上級指示沒用 法官是恐龍 年輕沒有用 那陪審員是依照這個社會上比較多的 集合的 他其實是百姓的代表 他市農工商有比較好的社會經驗 我們做了很多的模擬審判 臺灣陪審團協會跟臺北市政府做了模擬審判 我們發現臺灣的百姓真的是有能力去做審判 那這個就是全世界五十二個國家 像英國 美國 大家電視上看的就是這個制度 那我們認為說 人家這個已經用了幾百年制度都很成熟 我們為什麼不用 當然民進黨他現在 其實他也是主張陪審 他民進黨黨剛在一九九九年的第二十八條 他也是主張陪審 那二零一二 這個柯建民也代表黨團提出一個陪審團法的草案 然後二零一五的時候 有十七個民進黨的立委 在我們陪審團協會簽署陪審團法 這個這個 律師我補充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說有一百七十個團體 對這個其實是有意見 我們看到說民進黨也有這個民調 他是講說百分之九十一點七的民眾 希望說要有職業的法官 那這個是不是比較符合 是參審的這一塊 那他是說百分之七十五點九的民眾 認為說法官 他其實可以協助釐清法律上面的這個疑問 其實這個民調出來 我們是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跟我們長期看到的民調是不一樣 我講一個 我今天有一個新的民調 我等一下講 去年的一夜的時候 其實TVBS就做一個民調 是百分之七十四人民是主張陪審 那我們今天是有這個臺灣民意 這個基金會的一個民調 這是游盈隆是做的 他也是以前民進黨黨員 他做出來的民調是什麼 他說剛剛講的 現在要通過的參審制國民法官 誰知道 只有八%的人知道 那問說你知不知道 現在要通過的國民法官 這個參審制 有九十二%是不清楚的 所以現在民進黨 現在要急得通過的這個參審 我覺得是兩大問題 誰知道 只有八%的人知道 那問說你知不知道現在要通過的國民法官 這個參審制 有九十二%是不清楚的 所以現在民進黨 現在要急得通過的這個參審 我覺得是兩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長期以來都主張陪審 你黨綱現在還在 以前我們也都跟民進黨 他們合作要推陪審 那為什麼你今年突然改變了 你也沒有跟我們打招呼一聲 說我以前都主張陪審 我不要了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是鄭律師 你這邊的說法 那文杰議員 你是不是回應一下 我們那個當年的黨綱裡面 還有減少生育率 這一條 要減少生育率 因為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那個臺灣人口太多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減少生育率 當然就是時間變化 你就這個到目前為止 還在我們黨綱裡面 所以所以我就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其實我跟柯總召 就這個議題 我們到去年還在主張陪審 所以你跟我說 這個時間不一樣 我不瞭解說去年跟今年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做一個 我跟一些 最近也跟一些長期來過去 社會立法運動員 這些老朋友也是常常希望立法的 其實找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們我們覺得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當你是參審的時候 其實因為法律有很多時候是一個不對稱資訊 然後有這些專院 所以其實那六個人會不會變成橡皮圖章 對 現在就是這樣 幫法官背書是不是 因為法官給他意見 因為整個主導上是法官在主導 沒錯 所以那個主導權是不是會變成這個問題 放下講了往前 對 在德國參審就是這個現象 他們叫做這個點頭參審員 日本 我們現在是要學日本 日本是十一年前才開始在試而已 日本已經產生這個現象 他這個共同通訊社十週年做了一個民調 三十三趴認為法官在干預 有六趴認為比較深 就三十九趴 其實跟我們今天的民調差不多 我們今天的民調 可是陪審也有陪審的問題 當然 制度沒有完美 我的意思是說 他也不可以上訴 他也不用附理由 那個會不會其實對於很多人民的感受上面來說 這件事情其實也很危險 因為陪審團裡面的這些 他們仍然是需要一個意見領袖 他搞不好也可以影響其他人 所以當在你們要推陪審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回到說 人民期待這件事情的風險性 你也要告訴人民 其實上不上訴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通過的 要通過的版本 他其實也是限縮檢察官的上訴 他四十審的部分是限縮的 只有法律審是比較沒有 那其實陪審也是這樣子 那判決理由 其實他現在參審的判決理由 也簡縮 很簡要 那你要判決可以 其實陪審制的法官 他有一個審前的說明 那非常詳細 還有陪審也要做一個評決書 那個其實也可以當作檢視判決理由 但是我覺得人民不是最關心有沒有判決 因為判決理由不一定看得懂 像最近有個案子是台東的法官 他跟國庭在吵架 他還把他寫在判決理由 你認為這個判決理由有用 人民是需要一個正確的判決 那我們今天一個民調出來 就很清楚了 82%是支持陪審 而且有83%是認為是兩制並行 那個陪審版的成員組成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是參審制 他是跟法官共同 那顯然就是有一些法律見解的人士在裡面 那我看到這個陪審的部分是沒有的 現在是這樣 56%認為說現在的臨時會不要急於通過 這是民意 所以我希望這個民進黨的朋友 真的要深思 而且我們今天有帶了這個 學生團體的連署聲明 一個是台學聯 一個是台灣民主協會的聲明 認為說這一次不要強行通過陪審 我覺得大家好好想一想